這個月十日才剛正式宣示就職的 現任捷克總統帕維爾 一直秉持著友台立場 甚至自詩為促進我國與歐洲關係的母后推手 而捷克眾議院議長艾達莫娃 也與帕維爾態度一致 在近期也將帶領大規模的代表團出訪我國 而捷克官方代表團的出訪計畫 也在意料之中受到了中國的強烈反對 我們敦促捷克的個別政客 正視中方的嚴正立場 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撤銷有關錯誤決定 不要向台獨分裂勢力 一再發出錯誤信號 對此艾達莫娃則表示 中方的抗議並不讓人意外 並強調捷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有權利自由做出任何決策 因此捷克當局並不會受到中方影響 而改變甚至取消本次的出訪計畫 而近期將出訪我國的歐洲國家官員 除了捷克代表團外 還有德國聯邦教育及研究部部長 史塔克瓦特辛格 預計在21日就會抵達台灣 這與德方這次訪台交流的重點 則會聚焦在強化半導體研究 與發展專業人才等方面 事實上史塔克瓦特辛格是26年來 德國政府中首位出訪我國的部長級人物 因此史塔克瓦特辛格的本次出訪 也被外界視為我國與德國之間 拓展合作關係的重要里程碑 環宇新聞是沛宣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在這次的動作準也有了 可是我們的編曲 相關字公平 如果在普通門中的職位 我們會縫定歪了 等於20認為 對總統有邏輯的 健康 又是 在柔位打賞